去外媒报道,美国、英国可把国在化学武器袭击五周年之际,再次警告薛利亚总统阿萨德,指责薛利亚政府过去采取行动,反对阿萨德采取进一步行动。 星期二晚些时候,美英宝发表联合成,2012年8月21日,沙林神经毒气袭击事件,造成大马是个古塔镇郊区数百人死亡,令人恐惧。 从那时起,三个西方国家指责薛利亚在军事攻势中使用化学武器,几四月在杜马发生可疑化学袭击事件后,美国、英国可把国在薛利亚发动了称霸性军事打击,说,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,我们将对薛利亚政权进一步使用化学武器做出适当反应,这对薛利亚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。 美国、英国和法国也对有关薛利亚政府军事攻击北部伊德利部省平民,学校,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,的报道,表示严重关切。 这是薛利亚反对派的最后一座堡垒,三国表示将近一步紧定阿萨德部队,使用化学武器的可能。 如果阿萨德政权再次使用化学武器,我们仍然决心采取行动。 西方盟国警告说,2012年美俄协议要求薛利亚加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。 阿萨德在6月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他的部队在2013年放弃了所有的化学武器,并指控其使用是其他国家入侵薛利亚的借口。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·古特雷斯在治安权理事会的最新报告中重申,必须解决宣言中的所有味觉问题,并强烈鼓励叙利亚政府这样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